凌晨五點多 還沒到營業時間 髮廊裡空蕩蕩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撐著傘走上樓 男子來到櫃台四處東張西望 找尋之前物品行切 以為撐著傘就能完全避開 監視器拍到臉部 但他手法太顯眼 反而遭到警方鎖定 專性選犯幾乎專挑髮廊下 首先是破壞鐵卷門之後 再撐著傘走進去行切之後 再將監視器破壞 就為了躲避警方追起 這名49歲張信嫌犯 又多起竊道前科 常出沒在西門町 每次都會撐傘作案 關一個月內就偷了七間店 得手六萬多元 警方調查發現 七間店中有四家髮廊 一家燒烤店 還有兩間餐館 除了撐傘犯案 還會毀損店內物品 再偷走現金 這名乘散怪盜 只要沒錢就會下手犯案 但聰明反被聰明誤 以為遮臉就能躲避警方追氣 反而成了破案關鍵 記者阿公雅麥 陳芷芳 台北報導